为了娶媳妇,纳玛人狂跑三十公里追野猪,最后猪没追到,人倒是先累死了,为了吃上肉,他们又爬上四十米高的树顶捕蝙蝠,结果差点被摔死,一起来看看这些完命的纳玛人是如何生活的。 早在几千年前,纳玛人的祖先为了躲避敌人的袭击,躲到了一个叫做塔纳的小岛上,他们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,直到现在依旧如此,纳玛人靠捕杀岛上各种动物来养活一大家子,天更亮,部落里的男人们就开始为狩猎做准备,他们先将树绝的枝杆削尖,然后将三根锋利的枝杆绑在两米长的木棍上, 这样就能够直击野猪的要害,弄完工具后,男人们就齐刷刷的走进了丛林,他们的目标是野猪,它是森林中最狡猾,同时也是最有营养的动物,但是男人们却极少能抓住它,所以这里的野猪比黄金还要贵,部落里有一个传统,男人拥有一头野猪就能够娶一个媳妇,野猪越多,娶的媳妇就越多, 拥有了野猪就等同于拥有了财富和女人,以至于部落里的每一个男人都梦想着有一天能够补到他,我们的小林哥就是其中一位,和他童年的成年男子,就他一个还打着光棍,为此他经常受到大家的嘲笑和冷落,为了白头屈辱,他必须全力以赴,男人们小心翼翼的,在丛林里寻找着野猪的足迹, 生怕有所遗漏,毕竟稍不注意,就会错过报复的机会,此时小林哥发现了野猪留下的踪迹,他高兴地叫其他人过来商量,这些都是最新的印记,应该是野猪几分钟前留下的,男人们商量了一会儿后,决定分头行动,给野猪来个瓮中捉鳖, 小林哥根据留下的足迹,在丛林的一些隐蔽处和泥坑,几分钟后,他们发现了野猪的粪便,这意味着,他们经常在这片区域活动,小林哥暗自窃喜,心想自己距离结婚又进了一步,他继续往前走,但很快又停下了脚步,转而模仿野猪的身影,他想以假乱针,让野猪自动暴露位置,为了不让他们闻到人类的气味,男人们只能在下方向寻找,因为野猪拥有着灵敏的秀, 一旦发现有人类出现,就会立刻逃跑,小林哥和同伴们变得更加小心谨慎,以免打草惊蛇,他们小心翼翼地朝着可能有野猪的方向走去,突然间,小林哥又停了下来,他开始自处观察,没想到发现了惊喜,在十米开外,有一群猪妈妈正带着小猪在逆食,小林哥和同伴不敢轻举妄斗,他们静静地躲在暗处观察, 如果惹怒了他们,可能会有性命之忧,因为猪妈妈一定会不顾一切的保护孩子,这种情况下,小抓到野猪似乎有些难度了,但是男人们似乎管不了那么多了,他们必须得赶在野猪逃跑前抓住他们,小林哥立即让大家前后夹击,他们必须快速展开行动,阻断他们所有的逃跑路线, 然而就在这时,突然起风了,野猪们闻到了他们的气味,撒鸭子就跑,即使是两百件的野猪,也能每小时跑七十公里,非常之快,但男人们没有放弃,他们剑步如飞地穿梭在丛林里,特别是小林哥,他可不想让倒走的鸭子就这样飞了,他拼了老命的追赶,然而野猪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, 不管他怎么努力,始终没有追赶,十分钟后,大家决定放弃,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溜走,小林哥失望极了,他又娶不上媳妇了,不得不说他真是挺倒霉的,给他点个赞鼓励一下吧,既然抓不到野猪,那就换一种猎物,总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吧,一群人重拾信心,砖投其他的生物,他们在森林中,用树枝制作一米长的投掷棒,用来补果服, 郭福提前很大,是数量最多的物种之一,如果这一次再失败的话,小林哥估计连死的心都有了,辛苦的一天到最后啥都没捞着,纳玛人十分了解蝙蝠的习性,他们知道蝙蝠通常会在下午飞向树顶寻找食物,于是他们穿过一片茂密的草丛,寻找最佳的位置,他们爬上了四十米高的树顶,准备在上面,搭建一个打猎平台,男人有条不稳地将树枝运, 运送到树上,最后再用树皮绑起来,而上面的平台只能容得下一个人,所以他们推选了部落里最厉害的神剑手凯歌,他站在上面后,大片的蝙蝠朝他飞了过来,他立即举起投掷棒,向蝙蝠刺去,然而并没有击中,但是扔出了后座力,使凯歌的身体不断往后仰,差点就掉下去,幸好他掌握了平衡,不然可就小命不保了, 这一次,凯歌吸取了经验,他一只手拉出后面的藤蔓,然后全神贯注等待蝙蝠,当他们靠近时,他迅速扔出投掷棒,但是这一次依旧没有中,则是风向发生的变化,凯歌选择顺着蝙蝠飞行的方向捕杀他们,他沿着平台继续向上爬到树体,在没有任何支撑物的保护下,他选择徒手杀死蝙蝠 突然,一只落单的蝙蝠靠近凯歌的位置,他立即朝他扔武器,这一次他终于成功了,伴随着蝙蝠的哀鸣声,他又打中了一只,其他人来到蝙蝠掉落的位置,将他们一只只捡起,几分钟后,男人们就满赞而归,蝙蝠只有在每年六月份才会出现,为了让他们更好的繁衍生机,纳玛人会猎杀掉一部分 回到家后,男人们迫不及待地燃起了火堆,做起了美味的烧烤,当散发出美味的肉香味时,就代表着食物做好了 男人们围坐在篝火旁,彼此分享食物的样子,看起来很温馨 吃饱喝足后,他们来到了有着八百年历史的亚苏尔火山旁,他们集体站在火山口,这不是在殉葬,而是请求神明赐予他们力量,让他们每天都捕捉到猎物 对他们而言,火山就是这里的大地母亲,他默默地守护着这座小岛,所以他们非常的敬重他 祈祷结束后,忙碌了一天的纳玛人回到营地,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这就是纳玛人忙碌又刺激的一天,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,我们下期视频再见